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福利里长林建华就建议将里内四个邻近学区中被划分为较远的柳宫国中 可以与成德国中列为共同学区 减少学生的上下学时间 台北市南港区万福利有四个邻 尽管位于南港区成德国中仅有十分钟通学时间 却因为学区被划分为信义区柳宫国中 导致孩子必须多花一倍时间上下学 里长林建华在市长与里长座谈会上澄清 表示有黎明向他咆哮 从儿子上国中到现在孙子上国中 都还是要舍尽求远和解决通学困扰问题 二十五年的柳宫生是读南港陈德国中 他有四个邻是读信义区的有工柳宫 他在去年有理由对我咆哮 他说他的儿子在读柳宫的时候 他就跟我反映说希望能读比较近 陈德国中比较近 当时为了按捕他 我说不然你把户籍签到我家来 等到他救起以后再签回去 结果既然他说他的孙子今年要读国中了 他又是读柳宫国中 他又要骂我说你都不及处理这个事情 我也觉得他骂我有道理 因为这四个邻 他的唯一选择就是柳宫国中 柳宫国中要多一倍的时间 通学时间 要多一倍的通学记忆 所以去年我就很认真地提到七宫所 也到市政府开教育的调整邪系 结果旅长背后的一个要求是说共同邪系 让邪生有一个选择 不能说只能挑一个比较远的邪系 结果共同下来 他还是说维持现状 所以我今天在提这个案子 就是希望市长能够财势 希望这四个邻能够让他们有一个选择 他空勤啊 旧学非常不方便 反而造成没办法就近 要到辰的要到比较远的流空 在西医区了 所以我想基于这样的考量 二方面 教育成的应该还没有额满 还没有 所以里长这边我就请区公所这边提案 代区长就提案 然后教育局这边审议 我们就用共同学区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 我们就这样来做 另外在南港展览馆周边的福康街 旁边围墙内是高铁引道 却因此阻隔两边发展 让围墙两边形成两种沉浸 新富里许木灿离长就希望围墙周边区域范围 都算使用 可是现在已经迁到树林了 已经没有在使用 只有做输电缆线使用 所以这个墙已经为了十几年了 都没有动 那这一次宜蘭 高铁宜蘭县做环冰的时候 我去说我们能不能地下化 这林道不要从我们新墓里上来 已经板桥到台北多已经都地下化 剩下我们南港新墓里这一段 要从这边上来 直接穿过去宜蘭 我说能不能有说 我们这边是东西门户 主要前面是 多是商场还有展览馆 都已经新的建案了 都已经在很发展了 我们这旧的就是这道围墙围住我们 我们就希望市长 市府这边能说 在那个规划的时候就是坚持说 叫他地下化下去 我们新墓里对面就是公园 南系公园的 可是他们就是回复我的交通部 回复我们的里长所在那边 还民去提案的时候 他说这知识体大 这问题很大 他要重新设计 所以我们拜托市长是不是能说 帮我们做新墓里这边的围墙 银道 就是高铁宜蘭县的地下化通货 不要再从我们新墓里这边通货 补充一下 里长 各位里长 大家好 齐里长好 刚刚讲到铁路地下化 北宜的地下化 交通局的里长跟里长是一致的 去年112年就发文给我们的 那时候叫做环保署 今年我们5月又再次把这个意见 环保给环保署 环保署也在转给我们的铁道局 铁道局5月21号又正式回复 所以他们会第二阶段的来 我想这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关注 这边的计划 我想我们支持里长的意见 好 所以我们都有表达 就台北市政府的立场 其实跟里长一致 我们就第一个希望这个 铁道的违想能够拆除 然后未来整个施工规划是地下化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反映 那也几次去沟通以后 那基本上江户他们是 颈向 然后也会纏在第二阶段的评估里面 那我们会持续帮里长来追这个进度 二方面 只要是有机会我去参加行政院会 我也都会碰到江户部里面的部长 也会跟他反映这个事情 那我们也都会有固定一个平台 针对台北市跟需要中央协助 或者是共同合作的部分 也会把这个项目列进去 来持续追踪江户后续对这个案子的 这个进行的进步 那我们也会进行跟里长推报 台北市长蒋婉安出席 南港区与里长有约座谈 也针对南港经贸园区增设 南北向地下道表示 会疏解会展时人车真道的情形 现在有天桥连接 未来也会规划新设天桥 且平面已有行穿线 需要进一步讨论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最后一块拼图 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正式上任 细数自己六进六出民进党中央的经历 林又昌表示将代表赖清德 深入社会最基层 这个最早是政策会的副研究员 到担任设法部的主任 民主学院的主任 党的发言人 到党主席的办公室主任跟特助 以及副秘书长 担任民进党的代理党主席 那现在接任秘书长 细数自己六进六出民进党中央的经历 前内政部长林又昌正式接任民进党秘书长 林又昌表示很荣幸受到党主席赖清德的邀请 接下来将权力以赴代表赖清德深入社会最基层 因为民进党中央不是在和平东路30号 而是在社会的每个角落 这也是民进党的传统价值与精神 因为政党不是一个像大家想的是一个选举机器 其实它是一群人价值的一个组合 那未来其实我会代表赖清德主席 我们的赖总统 深入到台湾社会的最基层 那所以民进党的中央党部 并不在北平东路的30号石楼 民进党的中央党部是在村里 在庙口 然后在这个我们的社区 然后在这个我们的乡镇 我们的部落 我们的客庄 在小工厂里面 然后在我们的公园 所以我想这个才是民进党的一个 传统的一个价值跟一个精神 至于在2026的选举准备部分 牛昌认为虽然在各县市选举候选人很重要 但是人才的栽培更加重要 这是未来重要的思考方向 从这个上一次选举结束到现在为止 我想党中央做了很多的一个讨论 当然在各县市的一个选举里面 候选人非常的重要 但人才的栽培更加的一个重要 我想这个是未来 整个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六章强调面对内外挑战 民进党也要进化 在内政革新能依人民的期待 面对外部严峻情势与充满机会时 也能引领国家走向更好的环境与生活 这是民进党不变的使命与责任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2024传艺中心看家戏台在线剧展 以情谊在线守护经典为主题 邀请小金之歌剧团 明华园黄自戏剧团 新传歌仔戏剧团 以及台北木偶剧团 金光布袋戏与真武洲掌中剧团等团队 带来五出快智人口的好戏 黄俊雄布袋戏六合系列经典人物 在线江湖 2024传艺中心看家戏剧展 金光布袋戏与真武洲掌中剧团 将带来六合群霞传无界之药 以人间国宝黄俊成名之作 六合三霞传为敌本 在线大师内台时期的辉煌经典 这一出戏我们是经过诚挚的邀言 然后要向国宝大师黄俊雄大师致敬 因为国家我们大家都知道 民国五十九年三月初日 黄俊雄上台式演出了 《分酒台路减几条》 黄俊雄就变成布袋戏的代名词 那么其实台书有两出戏可以号称神座 所以我们今天要推出的不是实验尾 我们今天要推出的是六合三峡传系列 今天是要叫做六合群杞团 标识不是三峡了 很多峡了 这些峡 除了挂头牌的六合群杞 和那些三峡天生散人 老伙生 买枪生 还有最重要的毕丁 努主角演技后 还有很多你想不到和想不到的神秘嘉宾 在这次会共同的展现 我们这次会最主要是要回顾一下 台书在在重点是 以前在来台风采和他的光华 今年传译中心特别邀请 彰化师范大学台文所 吴明德教授担任策展人 以情意守护为主题 邀请小金之歌剧团 明华园黄字戏剧团 行传歌仔戏剧团 台北木偶剧团 以及金光布袋戏 与真武洲掌中剧团等团队 演出最具温度的作品 接力展现不同的情谊面向 我在那时候你看到的过程当中 我感觉传统戏剧团里面 如果突然那个情意守护这些 相关的情节或者桥段的时候 我都感觉腹内沸腾 整个都热滚滚滚 我感觉这是最动人的一个情节的演出 我经常你说很多人不义 但是廟店就是社区大学 他们在社区大学 上这些中校设计的 气球的情节后 人情世俗就要怎么知道去运转 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 基本的阶段 也就是一个定規的阶段 也就是气球预教娱乐 这个教育里面最有效的手段 小金字歌剧团来自台中 成团也六十几年了 他今天要演的气团就是 这出品是来自编导演 余一生的吕琼吴老师 因为那以前叫做徐树下山 那么我们以前都了解 有沃农孔明嘛 红柱绑通 徐树 我们的概念 我们的印象是说 爱得真幽默 他说有时候人不幽默 这边我们是要诠释 那个年轻版的徐树 他自勇双全 那孝顺一以贯之 台北木偶剧团 他要演出 五行金山天仙 这个故事是来自封建春秋 我们知道封建春秋 是一个神魔的小说 里面铺源是 大概以孙兵为主角的故事 那你现在看传统议剧 孙兵大部分就是 你叫人的 还是你排难解忧的 这次孙兵爱逢求 所以我告诉你 这次最主要表演的 叫做抢救孙兵大作战 他要来诠释 大家是要如何改救孙兵 这里面的情意 跟守护的情节 是非常动人的 新团歌仔戏剧团 他要演出的三种出事 那么这次其实 他的原型故事来自西游记的第九回 但是我们台北人 你看西游记 第九回可能都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我们都会看 他后三种 带他的三位高度 怎么去出境 里面历进了八十亿难 但问题 人家里面是有写到 玄奘大师的出事 他的出事 我们感觉你看 但是这在以前 你演的时候 也很精彩 一个回幕要铺延成 两个多小时的戏 说起来这要加油天出 这里面 有很多 曲折理期的故事 也是希望国民 可以进入剧场来看戏 这个真假皇后是陈胜国老师 在四十年前在高雄 边的一个经典戏 就是在宴上 宋仁宗赵真皇帝 有这边去访查民情 坠入一对 年生姐妹花的情爱风暴之中 到最后 是要带这些 还是带到妹妹 扑朔迷离 而且错终复杂 错终复杂到什么程度 要叫开封抚引包青天 来清关断家务士 因为这个家务士 还涉及国家大事 所以这变成家事 国事双重奏 传译中心主任 陈岳仪表示 借由看家系在线剧展 挖掘传统系曲中 最能展现一师 举意精髓的戏出 结合当代剧场 创作与制作思维 让传统老戏 在当代意义生辉 传译中心在 创新的过程中 绝对会想到 传统戏曲最经典 最经典的就是看家系 所以在我们在 追求新编的过程中 我们对经典 绝对不会放 也就是对歌仔戏 最深的精髓 我们会掌握得很好 而且我们也会 透过各种的方式 典藏也好 推广也好 让大家看得到 经典的戏曲的精华 也让大家认识 经典之后 爱上新编 或是爱上新编之后 更爱上经典 我想这是相等一张 那也是我们的 国内传统艺术中心 所应该努力 以赴的一个重任 2024传艺中心 看家系在线剧展 将于6月29号到10月14号 在台湾戏曲中心登场 邀请戏迷们前来欣赏 感受传统戏曲 质朴却深刻的情谊世界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台北市南港分局巡逻原警 在南港车站前 蓝查一名机车 未装后照镜的可疑男子 结果这一名 与其拘留的越级移工 在逮捕的过程中逃脱了 一块来关心 画面上可以看到 南港分局多名远警 大街上狂追黑衣男 原来这名23岁的苏西男子 骑着没有后照镜的机车 在南港车站前 引起巡逻远警注意 经过蓝查发现 他竟然是 与其拘留的越级移工 而且在上号过程中 竟然突然反抗汽车脱逃 所幸最后还是被警方 在市民大道 胜利压制逮捕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南港分局远警 今早于勤务中 发现一名机车 未装后照镜可疑男子 警察为与其拘留 越南几人士 与警方欲将其待防守过程中 反抗脱逃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 成功合力将输难压制逮捕 并依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 移送台北市专情队侦办 南港分局呼吁 市民如发现有违法行为 应立即拨打110报案 共同维护社会治安 据了解 苏西男子来台工作 没多久就失联 逃逸时间将近十个月 警方已经将全案 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 移送台北专情队 进一步调查处理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2024第九届铁路便当节 6月7号到时候 在台北车站大厅盛大登场 总共有53家来自台湾 及国际的参展业者 将呈现各种特色的美食 让民众深入了解 铁路文化的魅力 2024铁路便当节 以山南海风 享食漫游为主题 共有53家来自台湾 及国际业者参展 其中有来自12家 日本铁道同业 两家国际美食业者 推出多款色香味俱全的 便当美食 国内参展业者 也推出各式特色商品 让民众在品味美食的同时 深入了解铁路文化的魅力 第一个是我们日本的朋友 是我们一直以来 支持我们这个铁路便当节的 一个友好的一个伙伴 第二个今年比较特别的 是有马来西亚的一个商品 还有我们各县市 今天特别要说明 各县市 我们有新竹县 新竹市 金门县 还有花莲县 有这么多的一个单位 来参加我们这个铁路便当节 也是我觉得比较兴奋的事情 我有希望有一天 全省的每一个县市的县市政府 都可以听到今天我在讲的话 以后把你们限定 县里面的特别的商品 来这边宣传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台铁便当店 台铁便当店也将贩售16款特色便当 并推出下半年投入营运的台铁新型观光列车 海丰号 山南号限定造型陶瓷便当盒 运用创意的烹调方式 以严选在地食材 呈现出别出新材的便当 今年我们推出山南海丰这两个观光列车 各位都知道观光列车 其实是在促进国家的一个经济的繁荣 其实它很特别今年要推出 那我们也按照这两个便当的特色 我们开发了各两种商品 这两种商品我们叫做 它是山南海丰号 所以山南号就配合了一个叫山针 那海丰呢就是海味 这个是山针海味的意思 各位也可以品尝看一下 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瓶子的设计 陶瓷 那我们今年也趁这个机会 来介绍给所有的 我们的好朋友 知道我们今年有这个活动 也希望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 然后也跟好朋友邀请他们来这里参加 我们铁路便当节 铁路便当节宣传影片结合铁道便当与享食漫游概念 由台铁经典吉祥物铁路带领观众 探索独特的铁路文化 品味各地的美食佳肴 感受旅行中的美好与惊喜 搭配便当食材 献上心理游戏 山南海丰便当PK 以及台铁便当人气票选等互动活动 邀请民众参与着充满独特魅力的美食盛宴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市大同区公所在永乐广场举办成年礼的活动 适逢成皇爷诞辰前夕 特别恭请成皇老爷祝福即将步入成年的礼生们平安长大 活动的现场涌入300位的亲友与民众一起见证温馨 且特别的成年仪式 参加成年礼的礼生们 用大同区公所准备的香氛按摩精油 为辛苦抚育自己的爸妈按摩双手 表达感谢之意 场面温馨感人 113年大同区公所成年礼活动 在永乐广场举办 适逢成皇爷诞辰前夕 特别恭请成皇老爷祝福即将步入成年的礼生们平安长大 我75岁还没有长大 所以这个成年你给我们的感动 其实不是说你长大 他们长大人现在不是 是要你顾着父母的路程 知道路是这样走 我们刚刚在扛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要怎么扛 我叫他放在这里就好了 要你感受到团结才有办法 把那个收拖更加 还要告诉你 男生在冲头上 我们女生来冲后面 如果有用要重新 我们女生比在头上去后面 都不管 但是就是看出合作的力量 主办单位大同区公所 还准备了5000元现金红包 智慧型手表 无线蓝牙耳机等好礼 作为抽奖彩蛋 为成年礼活动 增添更多惊喜 并且与大道城街区店家合作文化兑换卷 让参加者体验在地产业文化 另外现场还安排精彩歌唱表演 精油按摩孝青仪式 以及成年盛典等活动 带给李生与家长温馨愉快的 《亲子时光》 刚刚文文杰讲到一个重点 在爸爸妈妈的心里 我们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但是成年礼对我来说会是什么呢 我相信在场有很多的年轻朋友 最近应该很喜欢检测 我们的16型人格 MBTI 对不对 MBTI为什么要去检测 检测的目的是自我察觉 所以对我来说成年礼 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 但是成年的那一刻开始 就是自我察觉的开始 我们在16 17 18岁之前 都是我们周边的老师 我们的家长 我们的朋友 给我们非常多的教育 学习很多不同的知识 但是成年的这一刻 我们要开始好好学习 如何自我察觉 大同区公所希望透过 举办成年礼活动 与大家共同见证 并欢庆孩子们 重要时刻 并借由成黄爷的祝福加持 让成年礼活动 充满神圣的意义 也为礼生们登大廊的时刻 增添平安与喜悦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B肝从阳变阴 就代表痊愈了吗 医生指出 人体内的免疫系统 可能把表面的抗原清除 呈现阴性 但是不能因此掉以轻心 但原者还是得定期追踪 别因为报告 而疏忽自身的健康 B型肝炎表面抗原会有阴阳变化 胃肠肝胆科医师康本初解释 协议中验到B型肝炎表面抗原 即为表面抗原阳性 患者又称为代元者 在人体免疫系统的作用下 表面抗原是有可能消失 称为抗原阴性 但未必痊愈 若免疫力较差的情况 潜藏的病毒还是会清洗肝脏造成病变 B型肝炎其实是指一种病毒 叫B型肝炎病毒 感染到肯肝脏以后就变成B型肝炎 它的途径分成水平肝炎 就是人跟人之间如果有血液的传播 或者是体力的传染 或者是垂直传染 就是妈妈跟胎儿之间的传染 通常是生产之后 透过产到传染 但它的传染就很特别 不像说感冒啊肠胃炎 是脑上会有不舒服 通常是过很多年很多年以后 才会造成症状 所以是属于慢性的感染 那怎么样知道有B型肝炎 目前我们在看诊的时候 常用的一些指标 其实都是用抽血 那其实这些大家要知道 是属于一个间接的证据 我们不是真的找到那个病毒 我们都看到的是表面抗原 就是病毒表面分辨的一种东西 或是表面抗体 就是我们人碰到这个病毒啊 免疫细胞产生的一种物质 或者是核心抗体 也是另外一种抗体 那这三个呢 那是比较常用来确认这个 人身上到底有没有B型肝炎 但是都只是间接的证据 那所代表的是 如果你抽到表面抗原是阳性的话 可能就是B型肝炎代言者 如果抽到是表面抗体阳性的话 那就是你有保护力 不管你是接受疫苗得到的 或者是那个感染过后得到的 那如果有核心抗体 这个核心抗体 不会透过疫苗得到 应该就是感染过得到的抗体 医师举例 一名三十多岁的男性 从小就知道自己有B型肝炎代源 但今年公司健检发现 B型肝炎表面抗原呈现阴性 好奇B型肝炎是否已经痊愈 医师认为不能因此掉以轻心 过去就曾经有民众检查阴性后就不追踪 最后回来就诊时已经得了肝癌 三十几岁的先生上面 他这个 为什么他是原本应该就是表面抗原阳性的 那他这是变成阴性的 其实在我们人体免疫的反应之下 这些表面 我说表面抗原原本是阳性的 现在变成表面抗原阴性的 那在我们免疫系统的状况之下 是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就是阴转 就是功能性的痊愈 那这个时候到底是不是已经完全没有病毒 其实还很难说 有时候肝脏内还是有B型肝炎病毒 只是狙狙下风 那当免疫力变差时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是免疫力变差 是目前有一些新的药物 可能就是免疫抑制的药物 那这个表面抗原就可能护痒 从阴转的护痒重新查到 那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 人生上它的表面抗原是阴性的时候 有几种可能 第一个就是真的没有感染过B型肝炎 那第二个就是曾经感染过B型肝炎 但是因为免疫系统的作用 已经功能性痊愈了 大概这两种情形 那总而言之 碰到这种情形 我们还是要小心 因为它虽然表面看起来 表面抗原已经阴性了 但是代表它没有B型肝炎 所以它还是有可能会 继续发生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的机会 这个就是B型肝炎感染的人 怕的事情 就是半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 这个都比没有B型肝炎的人 发生机会来得高 所以即使是像这个赵先生 他已经也验不到表面抗原了 还是会建议他定期要追踪 超音波肝指数 他有没有这个肝硬化肝癌的迹象 那如果你是之前没有记录 你也不知道有时候 有没有B型肝炎的表面抗原的话 那你这次验到表面抗原阴性 那你想知道到底是不是 曾经感染过好了 那你可以再进一步验这个 那个表面核心抗体 NTHBC这一项 都可以知道是不是曾经感染过 然后已经好了 那差别在就是 如果你完全没有感染过 你可以考虑打疫苗 那如果你是曾经感染过 那你就需要定期追踪 如果他有疑虑的话 当然就是要进一步检查 那如果第一次发现就是阴性的话 也不能就当作是从来没有感染过 如果有家族死的话 比如说家人就常常会有肝病的不死的话 还是要进一步去检查 目前国健署有提供45到79岁的民众 终身一次B型肝炎筛检服务 民众可制合约医疗运所筛检 了解自身身体状况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导 许多的口腔问题 像牙周病或是蛀牙 都可以透过矫正技术 重拾健康 目前牙齿矫正主要有三种方式 其中隐形矫正与舌侧矫正 被越来越多人采用 三种牙医部的齿二矫正科医师李威成 在记者会上就分享这几种矫正方式的优缺点 及改善效果 一块关心 透过舌侧矫正 患者不只改善外观 更重拾口腔健康 牙齿矫正过去总被认为只是为了改善外观问题 三种牙科部齿二矫正医师李威成说 其实牙齿矫正还有预防牙周病急蛀牙等效果 甚至能减少咬合干扰造成牙齿受损 对病患身心都有帮助 这是一个可以早期预防蛀牙的一个方式 另外就是当然你不好清的话也容易潮纳 所以在某些情况之下 某些牙齿就像刚刚有牙周病 有些可能如果没有清好 可能也会某些区域会有一些牙周病的问题 这是单纯从蛀牙或者是牙周病的状况去看 但事实上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有些咬合干扰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牙齿可能太 就是不是那么整齐 不是那么正 那事实上它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咬合干扰 那有个干扰其实 严重一点 它事实上有可能会造成牙齿本身的受伤 比如说受伤就是可能被长时间被磨损 或者是甚至造成一些牙齿创伤 那甚至有些人它 就是本身的颜面的肌肉的一个协调性 它没办法去适应上面有个干扰 甚至有可能会造成就是周病的肌肉不协调 周病的肌肉会造成一些利液关节那边的一个不舒服 目前牙齿矫正主要有三种 包括将矫正器粘于牙齿外侧的传统矫正 采用透明塑料制成的隐形矫正 以及将矫正装置装在牙齿内侧的舌侧矫正 其中隐形矫正及舌侧矫正因为其他人看不到病患 正在进行矫正有越来越多人采用 不过这两种矫正方式也各有优缺点 眼前矫正其实重点就是它优点也是它缺点 我们刚刚提到的优点也是缺点 优点就是它可以拿上拿下 那你可以拿上拿下 但是前提就是你一定要带到一定的时间 它才会一定的效果 所以这是它最重要最重要 我觉得矫正矫正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病例 最重要就是你这个病人一定要有自律性 你才有办法去达到它的预设的接近它的效果这样子 那舌侧矫正它其实就是缺点就是说 它毕竟是放在舌侧矫正 舌侧里面 所以你要有一段时间去适应 清洁来讲其实最好清洁就是隐形牙套 它是就是那个隐世面那个其实是最好清洁 因为它毕竟是拿上拿下 它是可以可以就像我们没有在做矫正情况下 去去清洁这样子 那舌侧矫正或者是放在外面矫正 它毕竟它都会有钢丝在上面 所以它清洁度来讲 它其实是相较于隐形牙套来讲 是比较不容易的那么清洁 那至于舌侧矫正跟传统连在外侧矫正的病人 其实它会有这两个类病人 其实它会有稍微不太一样的地方 因为毕竟外侧的矫正 它外面这支贾力膜它是直接贴在上面 所以其实有些病人 它比较容易会食物就卡在上面 那如果说是放在舌侧里面的矫正来讲 其实因为舌头它有一个空间会去移动 所以有时候自清效果 就是我们还没有去做清洁的情况下 有时候自清效果 它就会有部分的残渣 它就会清除掉 许多明星采用的舌侧矫正器 在技术上也有所突破 从过去手工制作 进展到现在采取数位化辅助 属于较高端的治疗 那过去来讲 事实上你要去产出 就是沿这个舌侧矫正器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透过手工的方式去排压 然后慢慢的就是转移到嘴巴里面去 但是现在有一些数位化的辅助方式 事实上可以就是慢慢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产出 甚至有些现态可以透过数位化的方式去弯整 然后就是可以直接transfer 就是转移到病人嘴巴里面去 所以这是事先透过计算的 目前三种矫正方式都属于自费项目 其中传统矫正约10万元以上 隐形矫正及舌测矫正则需要20万元 比较难处理的个案甚至可能需要花费30万元 建议民众事前与医师充分讨论 选出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北宁路的土石崩弱 副议长杨秀玉在市长市政总质询时 特别关心受伤的民众 是否可以申请国陪或救助呢 一起来关心 中正区北宁路6月3号下午2点多 突然发生大规模土石崩落的情况 引发社会各界关心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在市长市政总质询时 特别关心受伤民众 是否可以申请国陪或是救助呢 针对这件事情 我想就是市长 因为如果说是他的监测的这个部分 他是没有监测的这个所谓的设备 或者是说他有不足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申请国陪 所以请市长去中央 交通部公路总局去了解 该国陪的还是要给赔偿 给这些车辆损失 损坏的部分的这些 就是这些驾驶人 包括就是商者都一定要做好这些 就是我们该负责到底的这个问题 我想请市长简单个要的讲一下 市长谢国良表示 主管机关交通部公路总局指出 应该会替受伤的民众 以及车辆损坏的车主申请国陪 的确我们昨天我也有跟这个 公路总局提到 他们是不是有保险可以去理赔 他说没有 不过他们应该会来替 这些车辆的损害者跟受伤者 来做一个国陪的申请的动作 不过国陪的要件之一 是在政府是有疏失的 那这个东西我们如何来界定等等 那就这个部分 假如是我们的市民的部分 或者是如果我们能力所及 我们当然也是针对这几位当事人 给予一些必要的协助 先做以上的报告 另外杨秀玉也提醒市政府 要了解交通部公路总局 是否有针对基隆市下区内容易崩塌的地区 做好监测的工作 针对这次的这个整个大规模的三崩 我们该有的这个工程 政府要加强不足的地方 也要增加这个所谓的安全工程 那本期在这边要请市长去了解一下 就是有关于这个交通部公路总局 他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监控设备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发挥效果出来 你要去了解一下 那还是说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监测的这个设备 那也很感谢市长昨天也到这个 就是针对这个伤患 有到现场去关心 市长谢国良指出 市政府自己也会赶快针对全市敏感地质区 做好监测了解状况 谢谢您对他们的关心 那有关于这个公路总局 我今天也跟陈文瑞局长亲自通上电话 那我也希望他能够尽快地 针对基隆市各个路段 尤其台二线沿线 对这个各个路段 有关于这个基隆的边坡的防护监测等等 希望他能够更积极地来关心 不要等到出事了以后 才来做后续的组织 那如同你讲的很巧的 我们的市议员张浩瀚议员 他去年就有关心过这个议题 那这个所以然后又发生了这样子的 一个这样的情况 让大家这个觉得非常的惋惜 那不过就是说 我们自己也有几样作为 第一个我们要监测 我们自己市政府所管所属的 相关的这些敏感地质地区的一个状况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第九届世界城市高峰会在新加坡举行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林率队前往新加坡出席高峰会 并对今年的主题移居和永续城市复兴重塑 重新想象议题与各国的代表进行交流 第九届世界城市高峰会 二号在新加坡举行 一百多国代表齐聚 针对今年主题移居和永续城市的议题 进行交流 丘佩林 从七楼 丘佩林 金融市副市长邱佩林 新日率领产发处长林领超 科长蔡富宁出席高峰会 会中和各国代表加强交流 还亲自邀请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李志生 参加金融中元祭庆典 我们要出在一部新门市都是泡湖台湾 我有留在这台湾 我去台北 台北 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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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世界高峰会 总之有来自全球一百多个国家 派出代表出席 包括台北市 新北市等六都都派员出席 而金融市 也是今年唯一非直辖市 受邀的城市 副市长邱佩玲在会场中 以既用城市为例 大力分享城市发展和海洋之间共生的关系 与各国代表加强交流 的确是第一次在六都之外 我们是唯一的一个 那当然跟六都有交流 也听了很多城市的想法 今天我们最主要的事实 来不及发言 包括我们带来我们的 产发处做的跟官销处做的小车子 包括很多宣传文化跟我们所有海域的活动 希望很多人了解我们可以来基隆一起玩 二零二世世界城市高峰会 基隆市不缺席 组团前往参加 副市长邱佩玲 化身成为基隆大使 为基隆城市搭力行销 做好国民外交之外 更让世界看到台湾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基隆在市长谢国良推动城市美学的政策下 透过副市长邱佩玲 与国内大型企业商谈合作 施政一年半期间 已经有四座美化的公司协力公车后车亭 第四座企业任养的公车亭 在海大启用 学生纷纷按赞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来到海洋大学滨海校门 对面的新公车后车亭 马上跟学生互动 了解大家对于市府推动的美化后车亭政策 感觉如何 以前就是一个公车站 然后没有任何特色 现在呢 现在就是会让人有一个科技的感觉 科技 还有家的感觉 有 还不错 谢谢 市府的温暖给你的 谢谢 听说晚上还有灯你知道吗 有 晚上灯非常漂亮 和平岛那个也是 和平岛那个很亮 真的很亮 这个晚上也很亮 对 好 嗯 就还不错啊 而且结合到海洋的部分 海洋 你也发现喔 就那个灯亮起来就是 感觉拨到汹涌嘛 后车你这种 德正 德正 为什么 呃 原本的 干净很多漂亮很多 很正洁 原本的比较老旧 原本 还有 还有一些生锈 既然有一些生锈的地方 哦 那现在就 都没有 哦 那东西你呢 你看到怎么样 就还有椅子可以坐 对 以前的脏脏的就不太敢坐 现在的就是很漂亮 哦 对 有没有海盗的感觉 有 那怎么说 就蓝色的就很有海洋的味道 波车艇从开始设计规划的时候 海大就有参与 我们特别跟副市长有报告 然后我就从一开始 然后在群组里面 乘入刚才 李玉座报告的 最认真的就是我们 前副市长 我真的很佩服 他 对我们就很感动 我觉得真的 黑 拉到tension 在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呃 身为海大的一份子啊 我真的觉得 非常高兴 也非常感谢啊 我们基隆市有这么好 一位副市长在我们这边 来支持跟加持 321之后 我们就要进行 今天公司协力后车庭 启用接牌仪式咯 来准备倒数 3 2 1 凯阳大学智慧行后车庭 这次参加公司协力 任养后车庭典礼的 包括议长童子伟秘书 江志强 副议长 杨秀玉 市议员 吕美玲 交通处长 王俊宏 公车处长 杨华中 中正区区长 傅俊生 当地的里长 以及张浩瀚议员 跟陈明健议员的秘书 都到场祝福 希望让民众 跟学生 有更好的后车环境 副市长邱佩玲 也特别提到 这个公司协力 推动后车庭美化的 一系列计划 真的很不容易 要感谢所有参与的企业 跟幕后人员 无数次的来回沟通协调 真的很感谢 海大这个地方 其实人流量 并不是很高的 那要一个企业来协助 它是要有很大的使命感 跟ESG的概念的 最后选定这个地方 那包括我们的构图 光图我们就改了四次 更好玩的是 因为我们在前一座是台序 所以对于中华电信的压力很大 他们在我们台序 记者会的时候 亲自来看了 所以最后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这一块 就是在记者会之后 他们就加上了 希望像金鱼的尾巴的感觉 那我觉得每一个企业 用他们做企业的精神 来让基隆变得更好 是我们的骄傲 跟我们的荣幸 除了希望有这个海洋 永续ESG的精神以外 我们更希望有提供智慧的服务 里面包含了像物联网的 防灾服务 智慧空车 那另外呢 我们也有进行了相关的WiFi服务 让学生 不管民众在这边 都可以又安全 那又可以进行便利的联网 也可以随时欢迎大家打卡上传 这一座是第四座 那马上就会有新一个航空 跟这个七度的中华邮政的 这个科技是中华店刚刚讲得很清楚 用AI结合互联网 有防灾的设备 也是全台湾第一个这样的智慧型的候车亭 更重要的是 金融市政府希望带给每一个等车的人 有家的感觉 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结合一些科技化 我觉得未来的整个城市 是必须要科技 还有整个美学的一个角度 那当然首先在这边还要谢谢我们谢市长 谢市府团队 还有我们邱副市长 邱大美女 真的我们都满满的感动 我们今天在金融市市民 真的很感谢他 而且这样的科技的结合 应该是全台湾第一座的 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企业来认养 然后让金融的每一座 这个公车候车亭 都成为科技的候车亭 市长谢果良带领市政团队这一年半内 已经跟企业合作任养四座公车候车亭 其中位在振兵渝港附近的候车亭 还被游客封为最美候车亭的打卡热点 不仅为民众带来舒适便利的候车空间 也进而提升了基隆城市的知名度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端午节前夕 城用影艺科技大学旁的基隆济安宫 举办包粽子 关怀弱势民众 并制作传统香包的活动 副市长邱佩玲 和市议员何淑平 吕美玲 共相盛举 感谢妙方行善送暖 也推广传统的端午节民俗 把多种中药材晒干磨成粉 制作传统香包 您看过吗 基隆济安宫这场端午节民俗活动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跟市议员何淑平 吕美玲 民政处长张元祥 和信义区长吴小慧等贵宾 都共同来体验推广 有人就研究就把仓土 跟艾草把它研成磨成粉 把它放在 用布把它包起来 那后来慢慢去改善 变成有香包的存在 那目前以前我看 到市面上有在办香包 其他只是一个吊饰品 对 它根本就没有 沾海绵 绝对第一次看到 用把药材放在里面 真正的香包 那香包很特别 因为放了很多中药 那我觉得像传统这样做法的 已经没有了 能够用一个趋吉避凶的方式 让每个民众得到安心 我觉得是基安宫做了一个很大的功德 基安宫就是政府 大土也快乐 除了推广传统香包 基安宫也结合 异性里里长跟社区民众 邀请副市长邱佩玲 跟议员们一起包粽子 满满的卤肉 香菇 栗子 包进粽子里 要将色香味俱全的粽子 赠送基隆的独居长者和弱势家庭 让大家感受佳节的气氛 那另外一个是 这就烤我的功力了 现场要来包粽子 在来之前我还在吹牛说我最会包的 等现场包了以后 看到大姐姐们包的 才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 在端午节前夕来制作香包 还有包粽子 还有家里挂的这个植物是什么呢 是昌浦艾草跟龙树 这样子挂在门口可以趋吉避凶 然后他包的那个粽子 我们这志工妈妈包的粽子里面料多实在 里面的卤猪肉很Q 还有栗子香菇 还有虾米 还有那个糯米真的是很Q 让我过了一个非常充实的一个端午节 我们知道契安宫 他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宫廟 那从东山过来 而且呢 契安宫本身有非常多的宝藏 包括他种了非常多的植物 他也利用这个植物做了非常多自然的东西 待会呢 实际上我们的董事长可能会一一的跟我们大家介绍 副市长邱佩玲感谢庙方与地方民众的爱心送暖 契安宫董事长苏文祥也带领副市长参观契安宫的神像特色 与全台难得一见的瓷砖壁画群 透过这场端午节民俗活动的推广 祝福大家端午节平安快乐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另外六独里特地举办包肉粽活动 更邀请当地的幼儿园小朋友 一起向长辈们学习如何包粽子 同时了解端午节包粽子的意义和由来 而包好的粽子也将分送给里内长辈和弱势家户 传递满满的温情 下个礼拜一是什么节日啊 端午节 还要做什么啊 包肉粽 端午节快到了 七堵区六独里特地举办包肉粽的活动 更特地邀请当地幼儿园小朋友 一起向长辈们学习如何包粽子 一并了解端午节包粽子的意义和由来 要带小朋友下来 跟这些奶奶一起包粽子 然后也体会端午节节庆的由来 跟他们一起去 而包好的粽子也将分送给里内长辈和弱势家户 一起参加活动的市议员张耿辉 和基隆市议会议长秘书杨文和等人 都觉得相当有意义 感恩我们预理长 唐吉他跟设计饭协会 带领的一些志工伙伴 为了这些低收入 每年都会先前的 帮他们包一些很多的粽子 来送他们家庭快乐 那除了这个包粽子之外 也让我们民间 让我们下一代的 我们年轻的子弟 能够知道我们包粽子的意义 也包很多肉粽来送给广市府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过节的气氛 把所有的志工 里面一起来参与 把爱心包进肉粽 让大家吃了对我感受 满满的爱在里面 记者吴俊松吉隆报导 游人爱基金会 以基隆平安站 举办的同州共济庆端午 陪同韩市战胜困境的活动 到社会各界的帮忙 赞助包括了冷水壶 内衣库等日常生活用品 以及应景的粽子和香包 希望协助韩市们战胜生活的困境 努力奋斗迎向未来 市议员郑文婷和市长谢国良秘书等人 分成三组和韩市们搭档 玩起两人三角的游戏 凭则临时组成的默契 看谁在最短时间内努力踩破 写有贫穷疾病和失业的三颗气球 象征奋斗战胜韩市们 常遇到的这三种困境 努力迎向未来 端午节快到了 游人安基金会 为基隆平安站举办的 同舟共济庆端午 陪同韩市 战胜困境的活动 受到社会各界的帮忙 特别感谢两大协办单位 达摩爱心会 以及台亚国际慈善基金会等单位 和个人的帮忙以及赞助 包括冷水壶内衣库等日常生活用品 以及应景的粽子和香包 总共有大约280位韩市 获赠关怀贷 今年半五华州勇往直前的 韩市清端午的活动 非常感谢许多许多的善心团体 以及单位 包括协办单位 达摩爱心会 台亚国际慈善基金会 以及许多善事朋友 赞助我们今天的这个发放的这个 端午关怀的爱心包 里面有一些日用品啊 然后让这些韩市朋友可以在夏天的时候 可以让他们更换身上的衣物 然后让他们清洁身体 让他们可以免除一些 夏天所带来的病重害所造成的一些疾病 赞助的善心团体代表 也帮忙发送 装有日常生活用品 以及纵纸的关怀带给韩市们 预祝大家端午佳节快乐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菊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